欢迎来到科学思语频道 我们在这里分享科学概念中的微学习视频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登革热 了解症状 原因和预防 介绍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病毒感染 对全球健康构成重大挑战 它流行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每年影响数百万人 这种疾病可以从轻微的流感痒状 到可能危及生命的严重形式 本文旨在阐明登革热的病因 症状和预防策略 成因与传播 登革热是由登革热病毒四种血清型 DN1-DN4 种的任何一种引起的 主要由伊纹种类传播 尤其是埃及伊纹 这些蚊子在城市地区繁衍生息 在花盆 储水容器和废弃轮胎等死水源中繁殖 该病毒不会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而是通过受感染的蚊子叮咬传播 症状 登革热症状可在蚊虫叮咬后 4-10天出现这种疾病 通常以两种形式出现 登革热和重症登革热 登革热 高烧 最高104度F或40摄氏度 剧烈头痛 肌肉和关节疼痛 提振 鼻子或牙龈轻度出血 疲劳 恶性和呕吐 严重登革热 剧烈腹痛持续呕吐 牙龈出血或尿液 粪便或呕吐物中带血 血浆渗漏 导致液体积聚和器官损伤 器官衰竭 呼吸窘迫 严重的登革热 可能危及生命 需要立即就医 预防 预防登革热 主要围绕控制蚊子数量 和避免蚊虫叮咬展开 以下是一些有效的预防措施 消除蚊子滋生的 清除蚊子滋生的死水源 定期清洁和擦洗 可以盛水的容器 正确盖好除水容器 处理可以收集雨水的废弃容器 保护自己免受蚊虫叮咬 在裸露的皮肤上 使用曲蚊剂 穿长袖衬衫 长裤和遮住身体的袜子 安装门窗 纱窗 以防止蚊子进入 睡觉时使用蚊帐 尤其是婴幼儿 社区参与 教育社区保持清洁环境的重要性 组织定期清理活动 以清除潜在的蚊子滋生地 实施蚊虫控制计划 包括杀幼虫和喷洒杀虫剂 治疗 没有针对登革热的特异性抗病毒治疗管理 通常包括支持性护理 以减轻症状和预防并发症 这包括 使用口服补液溶液 休息和补充水分止痛药 避免使用阿斯匹林和非灾体类抗炎药 重症住院及静脉补液 结论 登革热在世界许多地方 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特别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了解病因症状和预防策略 对于控制疾病传播至关重要 有效的社区参与 蚊虫控制措施和针对蚊虫叮咬的个人防护 对于最大限度的降低登革热风险至关重要 通过采取预防措施和传播意识 我们可以共同抗击这种蚊媒疾病 并维护公众健康